就是你為了要開這個車子所產生的費用 那你accent 也有意外有accent的情況 你這樣子受傷 意外accent 意外可能又還複雜一些吧 因為意外的話 你還有那個保險公司的賠償 你看這些東西可能比較麻煩 如果你損失多少 保險公司賠多少 是賠多餘的損失 少餘的損失 這個東西也不是以概而論 但是我是說 泛論性的 就是說你跟車子有關係 維修的那種 維修的那種 對 因為你如果說那種 天災人禍的話 那會有特別的回憑 那如果那個歷史的卡的話 那一般的歷史是三年或四年 那你怎麼去折舊呢 歷史的卡 那就不是你的車子 公司就不提折舊 對 你提折舊的前提是說 是你的所有物 是你買了這個車子嘛 我們提折舊就是說 這個固定資產是在你的帳上 對 這就是你的資產嘛 你資產其實有辦法提列折舊 那如果是歷史的話 我通常就是好比說你歷史的 expense是 打個比方說300塊錢一個月 那也是按照你的這個percentage 下去做這個這個減稅你的動作 好比說你用了70%啊 你就300乘以70這樣 那剛剛是講到車子的部分 是各位最主要的這個費用 所以各位要記住 AutoLog是一個 雖然很麻煩啊 但是各位要記得一定要保持這個會計紀錄 那還有就是稍微提到一下 基本上大多數的費用 都是百分之百可以提折的 只要你是ordinary and necessary 必要錢合理的支出 但是有一些呢 活稅局它不讓你減百分之百 最大家最聽的最多的例子就是這個交際費 就是吃飯還有去娛樂的費用 這個東西像活稅局只讓你減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說呢 你跟客人出去吃飯吃了一百塊錢 你在稅務上的處理呢 你不能把這個一百塊錢完全抵減 你只能抵減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五十塊錢這樣子 而且這個東西是必須要跟business related 你不能說就是說你和朋友或是家人 一池反而不算 你一定要是跟這個business相關聯的 因為這個費用跟你的收入是互相對應的 你有這樣的就是說 它讓你減多你因為這個 你要得到這個收入所產生的費用 這是可以批減的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關於禮物 各位都會買一些禮物送給客人 有可能嘛 禮物也是有批減這樣的規定 一個理論上講起來 就是你送給每一個客人 你不能超過二十五塊一年 也就是說你如果很喜歡我 然後你送了一個五十塊的東西給我 但是在你的這個報表上面 你就只能寫二十五塊錢一個人 所以理論上講起來 我很少看到人家這樣做 但是理論上講起來 你的那個git 你也是要maintain一個list 例如說我今天給張三里四汪五 然後給了他多少錢 那可能你只有allow了二十五塊 然後另外一欄是必須allow的數字 比如說你要做到一個最完善的會計紀錄 應該是這樣 然後吃飯也是建議各位 maintain一個這個lock 就是說我今天1月1號 我和張三出去吃飯討論什麼事情 這樣 如果你沒有那個lock 或是這個lock的不安全 我看過auditor就是說 全部pizzalock這個minos的數字 因為你拿不出相關的證據來 然後如果你們各位去 這是我最後一條lock 如果你們各位去這個出差旅行的話呢 你們在國稅局的網站可以看到肯定rate 那這個rate呢 我也不想要講太多 這個rate是根據區域性而有所不同的 好比加州是屬於高消費的區域 你這個肯定rate就會比較高 會比你在中心地高 那這個東西也是可能是每年條的 就是說這個rate它一定是一定的 還有就是再講到電話費 電話費呢就是以前的規定 現在應該也是啦 就是你第一條在家裡的線不能減 因為它的前提假設是說 你不管要不要做生意 你家裡都要 maintain一個電話線 所以第一條的線不要 就是你們家的第一條電話線不要拿出來減稅 但是各位用的手機這些聯絡客人就是可以的 然後第二點我相信各位都非常有興趣 很多人都很有興趣知道就是怎麼樣 因為大家不見得在外面都有一個辦公室 不見得有辦公室 那你可能是用家裡面的這個自用住宅的一部分 來作為說你們這個辦公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所產生的費用是可以減稅的 那各位可以去看這個表格叫做8829 好8829 那但是這個有前提就是說 各位如果要在家裡面維持一個home office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個固定的場所 你不能說就要一個固定的場所維持在那邊 那它減稅的方法就打個比方說 你們的自用住宅的這個佔地面積是1000尺 然後你這個固定所使用的這個home office是150尺 那你就是可以減的費用就是15% 就是說水電費乘以15% 你的地產稅乘以15% 如果是租房子的話 那就是租金乘以15% 那這個home business的這個business use of home 這個費用8829的數字呢 會link到scheduleC去做這個減稅的動作 那就是了 那即使他有理由